欢迎回到猫不和下午茶 我是节目主持人猫眼娜娜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的健康 它叫做健康宅全家大满足 台湾第一本健康宅解剖书 从观念设备到工法 小升级换大舒适 住好家越住越健康 哦这听起来真的是很棒 那我们就邀请到这个健康宅的幕后推手 然后詹亚兰主编 亚兰再跟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亚兰 对我们回到我们的健康宅故事 刚听到亚兰分享说 好像其实在离台北不远的一个宜兰 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案子 也有被收到这一本里面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看房子的时候 都是从它外观或风格来切入 然后就会说这是豪宅 这是什么风格的东西 但是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细部 如果用心的话 其实可以看出一些味道来的 像这个宜兰的案子 因为这几年很多人都到宜兰去制产嘛 它叫做宜兰养生庭圆屋 我听起来就觉得很健康 可是你要知道你到一个地方去 买房子或盖房子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个地方的风土 比方说大部分人都是怕西晒 怕一些原来有在城市里面会担心东西 可是你知道在宜兰 其实它靠近雪山西边 它白天带来的风是非常的凉的 反而比较凉爽 它其实是雪山它会带来一些凉风 所以你知道说 你那时候在规划你的房子的时候 在开窗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依照 不只是云兰或者在台南 在各个地方有它自己的风土的 那个风的流动的方向 都可以特别注意 但我觉得这个房子啊 第一眼我看到就说 蛤 红毛城 蛤 因为它用红砖 对 它用红砖来盖这个房子 那大部分人会觉得说 感觉有点就是很气派了 但是其实比较打动我的是 它的入口 它的入口有两个 一个是客厅 但大部分人都不进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母系的建筑的房子 母系 女生的那个母系 对 非常母系的房子 因为大部分人都会从客厅进去 就非常富系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们家的人都从那个厨房进出 在侧边有一个 其实也有一个大门 他呢 一进去就是一个非常开阔的厨房空间 那呢 那个厨房的料理台的地方 是妈妈每一次去 就是唯一会站的地方 他只要站在那里可以看到什么呢 看到进来的客人 然后呢 因为他整个的空间是穿透的 其实所谓健康住宅呢 他其实也会牵涉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如何去观照你家里面的每个角落 对 然后其实会 他会产生一种安全感 对 那他就用穿透 比方说我从 这个厨房的 这个开阔的厨房 我可以先看到第一个玄关 但他在玄关又开了一个窗 可以直视客厅 所以客厅的一举一动 也在我眼睛里面 所以这妈妈可以掌握进来的人 是 客厅的人 然后呢 他的右手边 其实就家里面上上下下 楼梯吗 主楼梯 对 老人家可以上上下下 如果发生什么事 他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哦 那对于那个地方 你看起来在家里面的最 可能最最角角 可是他整个的规划视线是 从三个角度切进去 好特别哦 当初那这是怎么想出来的 是设计师还 想出来的还是说妈妈本身的看法 其实是 那个妈妈还有提出这样的需求 哦 他希望能够关怀到家里所有的人 对 因为他们就是 因为他们家人口也不是那么多 而且小孩子也都慢慢那个长大了 对 所以 所以就是说 这个妈妈她其实在很多方面 她那种想照料家人那种心 还是很旺盛的 嗯 那还很有趣就是说 她这边还有一些很贴心的设计 不是我们可以从一般这样外面看来 好比说 他们的从妈妈进去的地方 呃 要进去的那个玄关 不用 不用进去就可以把买到的菜 直接从 那个 左手边有两个大窗 直接丢上去 你不用再绕进来拎着大包小包 好方便哦 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 一个坡道 当初是为了阿公 坐轮椅的一个坡道 是 它为一个 一个转折上去 刚好走上坡道的时候 会面对两个 直接进入厨房的窗 大窗 你只要从一拉开 菜就丢到那个 流利台 就可以接下来去做别的事了 对 或者说你就这样 很悠闲的就走进厨房 开始料理 刚丢进来的这些菜 好有趣哦 所以光是在这个厨房里面 其实你一个 一个女人最大的满足 都在里面得到了 对 便利 然后关怀家人 对 然后运筹帷幄 对 然后你也不用怕什么 陌生人 是 那个东西是最担心的 那第二个 还有很好玩 就是说 其实它里面 留了很多家族的记忆 我觉得家族的记忆 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人的 在他心里的那种 居住的那个 稳定性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 他们有宜兰人的 他们本身是宜兰人吗 那个家就是他们的老家 但是它本来是一个老房子 他把他老房子 改掉重建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但是老房子 会有很多物件啊 比方说 一些牌匾 或是一些小 就是你原来房子的 小小的东西 对或是砖瓦 红砖 对对对 那或是以前 有这种洗尸子的一些 一些一些 地板 对 或是那些小物件 或者是墙那些 他们真的把整个家 敲掉之后 你知道那种心事在低血 因为好几代都住在那里 对 于是呢 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把家里面 局部的那个墙 回收起来吗 对 然后镶在新墙上面 哦 对 然后他们只要看到 因为他有的 会有一些花纹嘛 你知道那种装饰性 以前那个早年的那种就是 这算什么瓷砖片吗 还是什么东西的 对类似的 或者瓦片之类的 了解 他们就是把它直接 就像在那个外面的围墙 那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的老家其实没有消失 对 我小时候看这块东西长大 现在在这里这样 而且还有就是 他们也希望为 就是屋主也希望 为这个家尽点心 是 于是在堆那个围墙的时候 他们就 比方说有一区 有一个高度是他们堆的 他们做一个记号 让那个有其中一个红砖块 再突出一点 就说 这以上是我堆的 这以上是我堆的 那其他都是师傅堆的 所以他觉得就是说 我在 把这个家翻新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忘记 我曾经发生过的 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事情 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 听起来好动人 就是真的有一种很温馨 就是等于是说 他们对他们来讲 家这个东西 不只是一个虚拟的 一个好像关系 而真的是 跟实体的一个老房子 做结合 然后继续 继续就传承下去的 而且他们很慷慨 就是他们有个小水塘 是 他们把它弄成生态池 大部分我们把它放在围墙内 我们自己享用 对对 还是把它放到外面 让大家看 然后呢 但是就 因为太大方了 你知道吗 那个小水塘 加上那么漂亮的房子之后 常常造成很多的居民 骑车就看 哇 就摔到旁边的前里面去 哇 这有点尴尬 太慷慨的 唯一的坏处就是这个东西 邻居骑车的时候 经过要小心一点 是 你知道这好可爱哦 哎 不过我还蛮好奇的 就是我想问亚兰 一个很怂的问题啊 就是因为其实像 你到台湾呢 有的时候还是很传统的 那像比如说 这种健康宅 有些可能在空间规划 或者是格局的拿捏上面 是很突破的 那你怎么去克服 就是比如说可能老一辈 他们会觉得 有风水上的问题了 你们会有这样的困扰吗 其实在健康宅里面 会遇到的 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小 哦真的吗 因为通常我这边 搜了12个案子 我发现有个共通点就是 愿意去做健康宅 不愧 这种东西吗 还有就是 它其实都是才那种 开放式住宅 它并不是那种隔间 隔了零零脚脚 哦 那一开阔 人就舒服 然后会遇到的禁忌 也少 因为你就是隔间越多 取的东西 做的越多 弯脚越多 对 问题越多 但是如果你就是 你就是讲通风 你讲采光好 其实它的格局 都本来就偏向 老人家喜欢的那一派 它本来就是一个 可能就是方方正正的 让人开开阔阔的 反而比较像 就是老房子的那种 就是什么几何院子 那种感觉 对它其实有的是 跟以前借智慧 那这部分就 那个充其性 其实是比较小 而且反而对老人来说 老人会觉得说 哦原来可以 这么舒服 就是可以弄那么舒服 对 再透过一些设备 因为我觉得老人家 唯一会困扰的是 那个设备的问题 因为这个房子的格局 应该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冲突 但是比方说 我要用一些设备的时候 老人家会说 哎呀花钱 对 或者是说不要用 对 或者是真的有用吗 那所以我们在书的 就第三单元 我们就介绍一些说 其实如果真的不方便 我们在市区里面 没有办法像那些人 这么通风采光好的时候 那么我们用一些设备 帮助我们也OK 所以就是让大家了解 市面上其实有些 并不是所有设备都很贵 因为像全热式交换机 它大概比较就是起跳价 就是一个冷气机的价格 你说什么东西 有个全热式交换 全热式交换 好特别哦 它是什么东西 像我们在市中心里面 那个空气污染很严重 对 我们都会把门窗紧闭 空间里面 我们的家里面 就充满二氧化碳 就是你吸窝图了 对对有可能会有这样 然后开始头晕 其实老人家也开始会晕 是 然后小孩子也会就是 比较没精神 那那一台机器的好处 就是说它把外面空气吸进来 但是它经过过滤的 不是把脏空气吸进来 是在过滤成为新鲜空气给你 但是你的二氧化碳 它帮你排出去 在做空气的循环 算是一个循环机就对了 对 是 然后它又跟空气清静机有不同 它只是帮你去过滤一下 你的内外 等于帮你交流 那很多人就是在高楼层 不只是在就是 那个车流比较大的地方 高楼层的一风大 有些风切的那个状况 它可能也不方便开窗户 对 然后小孩子也危险 所以有很多人也开始在做 就是加装这样的一个机器 然后保证你的家里的空气品质 因为你知道像我那时候 去访问的时候 就有一个老师就还有说 你知道为什么婴儿室里面 小孩子睡得那么舒服跟安详 为什么回家就是恶魔 一直哭啊 对啊 为什么 当然不是他们照 不能说他们照顾不好 而是说 后来他们有去测一下空气品质 所以这有关系啊 对 其实医院都有 其实都有这个所谓的 像这种空气交换 但有的时候为了省电 或者是忽略的没有开 小朋友在二氧化碳中 当然就昏昏沉沉 很乖的一直在昏睡 回家之后家里没有 清醒了 对 家里没有那么多设备 对不对 有时候小小的贫穷 也是一件好事 小孩子整个活力就来了 因为是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是这样子啊 对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 室内的空气的状况 其实对人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这个我同意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住 就是我自己租房子 也是现成的空间嘛 就会发现到说 我那里其实 不能讲通风不好 可是就是 其实就很奇怪 就是说 有的时候在室内 还是觉得有点闷 是 那可能是坐向的问题 可是很刚好就是说 像最近比较凉一点 你如果人开门 因为是小套房的那种 那种格局 只要把门打开 就会觉得风超流通的 是 可是那个就会发现 那巧合 因为它是 门打开 其实就是走 就是大楼的走廊 你也不可能这样 整天开 整天开着啊 对 就这个就很讨厌 就是说很多 其实现实生活中的一个 尤其是大楼性的一个空间 好像比较没有办法 做到那么健康的感觉 其实像刚刚讲的 全日式交换啊 它其实是对于 比较大坪数的空间 你刚刚讲的小套房 其实我那时候也有想过 要不要把一个设备放进来 因为它现在就是 有的人有使用 但每个人的评价不一样 那它就是针对小套房 它其实是窗型的 空气的交换 等于像在那个你的 因为通常我们都走一面玻璃 一面窗 单面窗嘛 就是在它边边 然后相进去 它也会做空气交换 所以也是有这样的 对它大概价格 大概一万多块 那还好啊 是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人 其实也可以 就是家里如果是小套房 你不需要装到全日式交换机 你还是希望有些空气品质的话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 小小设备的安装 就是我说的 就是当你就是没有办法 可能你不可能全市装修 或者是再买个房子 再重盖的时候 你用一些设备来改善 你的一个生活品质 其实是还OK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而且其实像 雅雅好像也有跟我们分享到 是说 其实这本书 虽然我们大部分找的空间 都是比较属于像是透天错 那种比较立体式的 甚至是可以规划格局 比较大的部分 但是其实不尽然 只有他们能做 或者是不尽然预算上 有那么高的压力 其实在这里面 我其实有两种屋形 一个其实是透天的 另外一个其实也有单层的 像公寓啊 一般公寓的感觉 集合式住宅 那不管是哪一种的屋形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美学这部分 就是你们自己去决定的 屋主自己决定 但是我们要从这些案例里面 学到的是说 他们运用哪些设备 或是运用哪些概念 好比说你用的 假如说是天然的建材 或天然素材 或者是二手再回收的素材 这个东西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好比说在设备里面 有提到 里面案例也有提到 就是硅藻土 是大家就是常用的 比较熟悉 目前这两年 比较熟悉的一个素材 闭土它会吸一些水汽 让你比较舒服 但是它是个很不错的 然后也很有风格的东西 但如果你真的手上的预算不够 那最近有一个东西是水库淤泥 水库淤泥 水库淤泥所提炼出来的 也是壁 就是壁面壁涂 壁面涂料 然后你也可以使用 然后它的价格又会比进口的 硅藻土再便宜一些 那当然就每个东西有它的好处 跟就是有一些不同的特质 那可能就是水库淤泥 它可能就不会像我们老一辈常要求那样 要非常的粉 非常平整 它会有一点点波浪 可是如果你这人本来就很随心 你就是喜欢加 你喜欢那种自然的感觉 对 那你就可以去选择水库淤泥 又省钱又自然 然后它的那个条 它的颜色也是用矿物的东西来取色 所以这整个东西就是 你知道了这个概念 你知道有这个东西 你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了解 所以你说是 透过这一本健康宅的书 我们可以认识到了一个很多 构成元素的部分 然后可以自己去做运用 或者设计概念 设计概念 了解 那真的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那今天猫娜也很高兴 跟大家分享到这一本 健康宅全家大满足 如果你本身有装修的需求啊 或者是说你刚买的房子 年底嘛 很多人都看着买房子 真的 所以其实我会建议你 你在跟设计师沟通 之前啊 不妨先去看看这本书 当然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可能那么高不可攀 重点是说 你有这个概念跟一个sense之后 你可能就可以把你的家 打造得更健康 然后不只是漂亮 而且可以让生活的感觉更美好 那今天非常高兴 就是邀请到雅兰 那也谢谢雅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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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